今天在Costco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它叫Rest Garden Rest Bed 再来看一下价钱,原价是140块钱 现在,看得清楚吗? 减30块钱,110 又忍不住到他家网站这上写的 叫wearevita.com,还有到CA的 到他家网站看,多少钱呢?这么一个 他这一个包装是两个,提醒他是两个 他家网站上这一个是卖140 虽然卖的贵,贵一倍的价钱,但是他免邮费 也就是说你买140,买一个的话,140买一个 他免费寄到你家,但是如果你要是在Costco买 你就相当于自己省邮费了 那个邮费就是他这个架子的钱 同样的价钱买两个,而且现在还省30块钱 赶紧拍照 我虽然没用过,但是我有想法 我能说吗? 在我种花,学种花之前 我就觉得啊,这个植物需要很深的土壤 才能榨根,对吗? 但是养了多年花以后 也看了很多人的经验 土表面一尺 20厘米一闸 20厘米 所有的,很多的植物 很多花园植物就够了 对于大多数种菜,喜欢种菜的啊 还有这种草花,多年生的草花,Premium 也够了,足够足够 而它这个设计呢,四尺乘四尺 11寸 也就是超过二厘米啊 将近一尺的深度 那么如果你要是放土进去的话 留一个边,那这里的土的 也够 几乎所有的植物的生长 花园啊,你要特别是种花,种菜 那么四尺层四尺呢 正好你蹲在旁边啊 手能够到最远的地方 中心,中间能够得到 那么它这里还专门强调 是没有底的啊 所以浇水,还是地气 都能很好的交流 另外一个通常建议 在你使用的时候 下面要铺上报纸啊 纸板啊 之类的,防止下面的杂草 长上来 顺便再说一句 现在的报纸啊 这里是加拿大 北美我相信 或者是西方国家 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啊 加拿大 它的报纸的使用啊 是使用的油墨什么的 都是安全的 或者说它使用的油墨 是不允许有寒毒 比如说对人体有害 那么你可以用到底下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使用什么土呢 很多人都建议三合一很好 但三合一稍有点贵 我觉得top soil 地表土就可以 越便宜的土越好 但是最好不要只用compost 腐质土 不要只用腐质土 因为腐质土当中的矿物质不够 所以最好是地表土 top soil 加上腐质土 但是别看只有这么大一点点 你可能买的土的价钱 比这框子价钱还要贵 你有没有使用的经验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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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